年轻的时候被家暴 心里想着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年老的时候 就借机报复这个肆虐者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在法律上行得通吗 欢迎收看 世在哈喽之律师来断家务事 我是林郑菊律师 新闻报导 南部有一名80岁的老翁 在家里疑似因为 吃这个黑糖糕被噎死 那结果呢 这个验尸报告出炉之后 案情居然大逆转 死因并不是因为窒息而死 调查之后发现 原来这个老翁呢 是遭受照顾他的太太 长期虐待致死 因此将他用 伤害致死罪而起诉 至于案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逆转的发现呢 主要是检察官 他在相验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老翁身上呢 有大片的瘀伤 因此啊 就会同法医 将这个尸体啊 进行解剖 解剖之后呢 就发现这个大片的瘀伤呢 是长期遭受这个盾气攻击 所遭致的 而引发了这个老翁啊 有这个死亡的结果 那案发之后被调查出来了 证明这个太太呢 第一时间他是否认的 我没有打他 我只是拍拍他而已 可是呢 家人孙子出来作证说 是啊 阿嬷平常就会打阿公 喝醉酒后打得更凶 那么儿子呢 也出来作证说 平常啊 妈妈确实呢 会有这个打爸爸的状况 那主要就是说 以前年轻的时候呢 爸爸长期会对妈妈 做家暴的这个行为 那再加上呢 现在妈妈要照顾爸爸 所以很辛苦咯 那情绪常常失控 虽然家人有去阻止他 可是啊 妈妈就会说 啊 我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样是被你爸爸家暴的 所以引发了这个悲剧 那这样子就看起来说 似乎呢 这名太太是在用年轻的时候 被家暴 想要合理化自己这个年老师啊 这个报复的行为心态 这个林律师也想到 最近的这个永和的分尸案 这个儿子啊 残忍的将爸爸杀害之后啊 还将爸爸哦 予以这个分尸 那案发之后呢 第一时间 他是居然是为自己抗辩说啊 我其实是不满意爸爸 长期以来哦 灵虑我的妈妈 所以呢 我才有这样的行为发生 那这样子观念上哦 似乎呢 好像是认为说啊 这个被害人呢 他年轻的时候有家暴的行为 就可以合理化我们这些犯罪的行为吗 又或者是想要获得更多的一些社会的同情 来脱免自己的这个不法的犯罪行为呢 所以咯 这边那林律师就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几个法律上的概念 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啊 这样子的一个报复行为 在法律上是不是被允许的呢 首先 家暴的这个施虐者哦 家里暴富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主当 法律上哦 刑法第23条的正当防卫呢 答案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啊 根据刚刚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的事件报道 老翁呢 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对他家暴 也就不符合呢 刑法第23条所谓的 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 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的行为 也就是说 现在当下并没有这些不法侵害发生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呢 太太你如果要主张正当防卫 是不符合的 那再来就是 当场基于义愤杀人 或是当场基于义愤伤人 这样子的话 在法律上呢 确实有法定行动 比较轻的一个规定 那可是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符合 所谓当场基于义愤 也就是说 要现下当下 确实发生了一个 让人家非常会引起公愤 一般人都觉得很气愤的事情 可是啊 这是过去发生的家暴行为 在这个太太对这个老公 施虐的状况 是没有发生 这个令人义愤的事情 所以啊 这个太太 她当然也不可以主张 所谓当场基于义愤 而这个商人的这个要件 来让自己减轻刑则 那另外你会说 林律师 这个有没有符合 法官他在量刑上 应该要考量说 这个加害人 也就是这个太太 跟这个老翁 他们之间的关系 长期啊 有被这个家暴的状况 确实这是刑法57条 所规定的情状之一 但是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咯 这个57条啊 还会规范 关于这个犯罪后的态度 还有就是你犯罪用的手段 以及你犯罪的动机 如果你犯罪的动机目的呢 显然是在报复 这个也不会让你的量刑减轻 以及你犯罪后的态度 你是合理化说 好像我没有做错 是因为呢 他年轻的时候家暴我 这样子也会被认定 犯罪后的态度不佳 那也不会啊 因此在量刑上面 有所减轻的状况哦 这边林律师啊 就要特别呼吁大家 我们常常在电视呢 电影上看到一些这个 司法正义的影片 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痛快 好像是坏人 被这个英雄干掉了 所以呢 真的是大显正义 可是观众朋友 那是演戏哦 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社会生活当中啊 我们是有法律的 如果啊法律都允许大家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制裁这个什么加害者的话 那天下一定会大乱 好 那我们的法律啊也就被架空了 根本就无用武之地 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朋友 如果遭受到了这个家庭暴力啊 这个身心也受到虐待的状况呢 李律师还是要建议大家 我们要寻正当的管道 那什么是正当的管道呢 当然呢 我们有专业的社工人员可以进行辅导 以及司法的途径 也就是说可以申请家暴保护令啦 还有就是如果有犯罪行为 你就要直接对他提告伤害啦 杀人未遂等等 那如果是婚姻的问题 你更要就是结束这段婚姻 提起这个离婚的诉讼哦 这样子啊 等于是我们用合法的途径来制裁呢 这些施暴者才是上上之策哦 你有法律问题需要解答吗 欢迎点击下方连结 将你的问题留言给我们 就有机会在底下的问答及专栏中 找到你的答案哦 或是在周末的节目中 由律师为你解答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也别忘了按下方爱心 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哦 是在Hello每天下午5点 Light Day准时上线 上线 额